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她的确切姓名 各种史料和传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在西汉刘相所著的《猎女传》中 表示她的本名叫做钟离春 因为生于吴妍 所以被称为钟吴妍 又因为长相丑陋 所以随着其世地的流传 出现了吴妍的名字 一极没有美貌 史人都说钟吴妍长得丑 其实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其确切的长相 在《猎女传》中 形容她是其为人也 极丑无双 旧头深目 长壮大结 昂鼻结喉 肥像少发 折腰出胸 皮肤若期 也就是说她脑的形状怪异 像导药用的石臼 眼睛深深凹险 长得高壮 骨结很大 鼻子上翘 猴头突出 脖子短粗 头发稀少 要弯折而胸前凸 皮肤更是十分的有黑 光是看描述 相信这一形象就足以令人知晓其丑陋程度了 钟吴妍因为冒丑 所以直到四十岁都无人问津 始终是孤家寡人 当时齐国的国君是刚继位不久的齐宣王 他虽然名为碧江 在外后却只知道饮酒享乐 讲著名的南郭吹鱼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时 从典故里 齐宣王要求三百人为齐吹鱼 可见他是一位追求享受和喜爱大排场的君王 一天 宣王正在宫中休息 宫人传令说丑女钟吴妍要求面见 他一时无聊便答应了 钟吴妍见到大王后便举手抚西约 待哉待哉 也就是危险了危险了 还没等宣王发问 钟吴妍接着说 金王之国稀有横秦之患 难有强储之仇 外有二国之难 一旦山林崩池设计不安 此一代也 箭台武众万人霸击 此二代也 先者扶你于山林 产于者强于左右 此三代也 饮酒沉免以夜祭咒 外不休诸侯之礼 内不禀国家之阵 此四代也 在钟吴妍口中 七国现在有四大危险 其一 齐国如今西边有情 南边有楚 这两国都是强大的国家 如果他们对齐国发难 那么齐国兴可见面会 云其大伤 社会陷入混乱 其二 齐国摇曳繁重 百姓的压力非常大 这可能导致不堪重负的人们 揭竿而起 其三 有才能的人都隐藏在山林之中 不愿为宣王效力 结果 朝堂上就只剩下 善于阿谀奉承的奸臣 无法提出什么有益的意见 齐宣王每天沉迷于饮酒作乐 通宵达旦 对外不和其他诸侯结交 打好关系 对内不理朝政 属于对国家的掌控和治理 陈述完这四大危险之后 齐宣王翻然悔悟 他当即封忠无宴为吴延军 这个封号在春秋战国时代 一般都是居于贵族子弟 或者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 如平原军 姓林军等 可见宣王对忠无宴的尊敬 齐宣王还是一个善于纳贱的人 当他听到忠无宴的话之后 翻然醒悟 立即痛改前非 而且还做了一个 让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即迎娶忠无宴为妻 并立妻为后 当上王后 忠无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即拆箭台 霸女乐 退产于取雕琢 选兵马 石府库 四壁宫门 招警直言 言及策露 首先 忠无宴拆除了 齐宣王为享乐所见的箭台 叫停乐宫中女子 跳舞奏乐的娱乐活动 而后 他又协助宣王 罢免了一些只会留须拍马的颤鱼之徒 为了节省支出 忠无宴在宫中力行节俭 反对铺张浪费 购入奢侈的物品 有了更多钱粮后 他选拔精锐的士兵和粮马 组成战斗力更强大的军队 经济方面 他充分利用齐国处于沿海地区的优势 大力发展商业 充实了国库 为了得到更多人才协助治理国家 他多次前往关属选拔 招入了一大批敢于直言尽见的官吏 即使是出身比较低限者 只要有才华就能够在齐国得到官职 经过一番在风气 人才 军事 经济 政治等方面的改革 齐国逐渐繁荣 而代表着战国时期 百家先进思想所在的济夏学宫 就是在宣王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钟吾燕完成了当初自己 要嫁给王侯的许诺 并且成为了齐宣王的王后 这是多少漂亮女子所做不到的事情 偏偏钟吾燕做到了 但是嫁给齐宣王之后 钟吾燕就会快乐吗 其实也不见得 毕竟他是真的太丑了 而齐王也并不是只有钟吾燕一个女人 所以他应该不会经常让钟吾燕侍请 说到这儿 或许会有小伙伴会说 也许齐宣王就是觉得钟吾燕美呢 对此我们也不好 也不能辩解 上述只是按照成理而说 至于偏爱丑女 当然以后有人真是这样 不过这已经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了 但对于齐宣王来说 还有有事钟吾燕 无事夏淫春一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好理解 齐宣王有证实要处理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钟吾燕 而无所事事的时候 他心里想的就是夏淫春了 夏淫春是齐宣王时期的美女 颇得齐王的宠幸 而这种说法 也从侧面指出了钟吾燕 其实只是齐宣王的一个棋子 他想要利用钟吾燕的丑来宣告天下 自己是一位历经图治的王 至于会不会宠幸钟吾燕 宫外之人看不到 齐宣王不会说 而钟吾燕自然也不会说 钟吾燕嫁给齐宣王 成了一面活招牌之后 史料中就没有什么记载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此 我们可以推论出 钟吾燕应该是得到了善终 不然如果是王子 或者死于非裔 那么历史或许就会有所记载 而至于影视中演绎的钟吾燕 替齐王又是开疆阔度 又是上阵杀敌的 应该只是一种虚构 毕竟钟吾燕四十岁才嫁给齐王 这年纪还能冲锋陷阵 应该是不现实的 此外在史记田敬重玩世家中 齐宣王也算是一个明君 当时他的手下也有一大批能人志士 尤其是光大了计下学功 更是可圈可点 这样一个人物应该不是昏君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钟吾燕得到善终应该问题不大 都说有是钟吾燕 无是夏迎春 其实这点也被后世有所怀疑 甚至有人说 夏迎春其实在历史也不存在 只是后来人们虚构出来的人物 不过对于这点 却没有确切的考证 不过钟吾燕此人倒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她作为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子 却心系政治和国家威望 单单就这点而言 钟吾燕在历史中都大放异彩 即使丑却也美丽 对比起来您怎么看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